他们是近距离作战时的必备武器被人称为最好的挑标 15米打鸡蛋,20米打木板,25米打肥皂 精准性穿透被杀伤力 细微差距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 敬请收看走心科学十一特别节目 轻武器传奇之手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给您推出一个积极的系列节目 轻武器传奇 肯定很多军迷朋友会觉得大呼过瘾 没错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咱们说轻武器包含的概念非常广泛 手枪 步枪 狙击步枪 包括我们的机枪 都是属于轻武器的范畴之列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首先说什么 个人觉得咱们还是先说说手枪 为什么 手枪在整个枪械的发展史当中 它的品牌 它的种类也许是最多的 另外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场景当中 拿手枪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 就个人而言 在我小的时候 尤其是特别喜欢李向阳同志使用的20枪博客枪 那简直是太厉害了 那么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面对种类繁多的手枪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呢 咱们来讲一讲国产手枪 手枪是一种单手握持瞄准设计的短枪管武器 因为样子小巧携带方便 它被人称为防身的最佳武器 在50米的范围内 手枪具有良好的杀伤力 从1954年仿制苏联特33生产的第一款54式手枪 到如今完全自主研制生产的92式手枪系列 中国手枪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 50式手枪它的口径是7.62的 9毫米 那就是显然一件9毫米 那是5.8手枪 因为它们口径不一样 因为它们各自的出数也不同 另外它们装药量也不一样 可能打到的结构 中间就是这各种子弹 它那个弹形的结构 弹的形状和结构长度都有区别 92式手枪是我国新一代军用手枪系列 它分为两款 一个是92式9毫米手枪 一个是92式5.8毫米手枪 在此之前 我国的军用手枪大多采用的是7.62毫米口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手枪就是54式手枪 54式手枪与92式手枪都属于半自动手枪 结构零件主要由枪管 套筒 附近机 套筒座 激发机和弹匣 六大部分组成 射击时 三款手枪采用的瞄准方式都是缺口式瞄准 有效射程也都是50米 由于口径完全不同 540和92式手枪在射击的速度上 有着一定的区别 如果在15米的距离上摆放十颗鸡蛋进行手枪速射比赛 究竟谁的速度最快 所用的时间会最短呢 手枪的话 一个是轻巧 灵活 携带方便 所以我 我更加偏爱这个手枪 胡建设是中国白城兵器实验中心一名高级士官 一位平均每天要打1000发子弹的轻武剂专职式枪手 从1992年入伍以来 胡建设全程参与了92式手枪从设计到定型的每一次试验 正因为如此 他对手枪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对于一个射手来说的话 最关键的不能够总是眨眼睛 要时刻的话保持眼睛要睁大一点 要睁软一点 这是很关键的 就像狙击手似的 狙击手在观察的时候也是 要时刻的睁大眼睛保持最高的挤击状态 十个啤酒瓶 十颗鸡蛋 五四式 九二式九毫米和九二式五点八毫米三款手枪 究竟谁的射击精度最高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 这个五四式什么 第一个 它弹侠容的量只有气氛 要打十个鸡蛋的话 它中间必须得更换一次弹侠 这个射速要慢了 这个肯定是时间大大的落后 起码在这三个枪里头呢 五四式手枪呢 手枪可以pass 那么剩下就是九毫米的 跟五点八毫米的 两个枪差不多 因为子弹大小和弓弹方式的不同 五四式手枪与九二式手枪的弹夹容量 有着较大的差别 五四式手枪采用的是单排弓弹的方式 它的弹夹容量是七发 九二式九毫米手枪和九二式五点八毫米手枪 采用的是双排弓弹方式 它们的弹夹容量分别是十五发和二十发 如果同时射击十颗鸡蛋 弹夹容量仅为七发的五四式手枪 必定要更换一次弹夹 鸡蛋射击还没有开始 五四式手枪就被淘汰了 准夹 开箭 湖建设首先挑选的是九二式九毫米手枪 为了保证每一枪都能命中击弹 湖建设有意增加了瞄准的时间 控制着射击的节奏 伴随着第十声响响 湖建设完成了第一轮射击任务 重时一分二十六秒 平均每射击一颗鸡蛋的时间是八点六秒 同样也是十枪 湖建设使用九二十五点八毫米手枪 完成了第二轮射击任务 用时一分十九秒 平均每打碎一颗鸡蛋的时间是七点九秒 九二十五点八五点九点零的话 两个外星差不多 操作各种程序都差不多 这两个差别主要在后座力上稍微有点差别 五点八弹头重只有三颗吧 弹丸的质量很小 它的后座力肯定是比九毫米的 后座力要小 后座力要小 这个操作起来越容易 和九二十九毫米手枪相比 九二十五点八毫米手枪子弹的装药量要小 后座力也要相对的小一些 靠去人的因素 同时射击十颗鸡蛋 主二十五点八毫米手枪用时要稍短一些 那么九二十手枪呢 是我们现在部队当中列装的最新的手枪 大家可能呢也都有所了解 那么面对着不断变化的战场情况呢 相对于老五四而言呢 我们的九二还是有很多的特点的 比如说呢 它的鞋弹量大啊 你像五四过去啊 我们说只能装七发 就算你这个弹堂里还能上一发 也不过是八发 而九二五点八可以装二十发子弹 而九二的九毫米呢 也可以装十五发子弹 也就是说呢 在战场上而言呢 谁第一个打完了子弹 谁可能是最吃亏的啊 因为敌人还有火力 而你已经没有了 再有一个呢 九二无论是五点八还是九毫米 是完全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手型来设计的 因此说呢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使用啊 这个枪绝对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说啊 简单的看看数据吧 它们的有效效程都是五十米弹下容量 刚才已经比较了 那么看枪口的这个子弹出速而言呢 五四十每秒钟四百二十米 九二五点八呢 是每秒钟四百八十米 九二九毫米呢 是比较低的 每秒钟呢 是三百六十米 那么比较之下啊 我们说这三种枪 哪一种的穿透力会更大一些呢 穿透力是衡量手枪威力 最为重要的参数之一 射手站在二十米的距离上 分别使用五四式 九二式九毫米 和九二式五点八毫米手枪 对木板进行射击 三把手枪的穿透效果 会是怎样的呢 主要决定于招板前的这个弹头的能量 这个能量嘛就是说弹头的质量大小和速度的高低 一般来说子弹的速度越高质量越大 穿透效果也就越好 九二式五点八毫米手枪的子弹出速最高 不过它的弹头却又最轻 九二式九毫米手枪子弹的出速最低 可它弹头却最重 五四式手枪虽然没有一项占优 但它的平均成绩也不差 在穿透效果上 三款手枪似乎很难分手重复 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三种弹的话呢 五四式呢 它的弹头重量是5.5克 它的出速度呢 是420米 每秒 九毫米的呢 弹头的质量是8克 它那个出速度呢 是每秒钟360米 这两个乘起来 它的总的能量啊 不会差得很多 这个5.8的弹头的质量是3克 出速度呢 是480每秒米 它那个虽然出速比较高 但它那个弹头质量太少了 只有3克 所以这样后 它那个整个乘起来 它高板前的能量呢 可能低不上前两个弹头的能量那么高 马世曾认为 925.8毫米手枪的穿透效果最差 这一结果 与我们之前的猜测完全相伴 因为口径与弹型结构的不同 925.8毫米手枪 所使用的手枪弹 最长也最尖 一般来说 子弹越尖 越容易穿透木板 可为什么马世曾会认为 5.8毫米手枪的穿透效果最差呢 拿一个针和拿一个筷子 这就相当于一个5.8 它又细又尖 现在那个9毫米的相当于一个筷子 它是一个平头吧 比较粗 但头比较粗 在我们这个生活经验 可能有这种经验 用那个针穿透物体 所以说 比如说穿一个孔 它是比较方便的 三款手枪 三种完全不同的口径 在20米的距离上射击木板 究竟谁的穿透力最强呢 射击 这是5.8毫米是第8块还是第9块 第8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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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的 你打了两颗9毫米 关把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木板实验中 540手枪的表现最好 直接穿透到了第10块木板 929毫米手枪第二 它穿透到了第8块木板 925.8毫米手枪 在木板穿透实验中表现最差 子弹仅仅停在了第6块木板上 两把最新研制的手枪穿透力 竟然不如一把即将退役的老枪 这样的结果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 火车越重 惯性滑动的距离越远 越轻 惯性滑动的距离越近 这是对的 这是牛顿的第三定律 但是 秦主木板来说 跟这个不一样 那个是在 没有阻力和阻力的很少的情况下 实际上的情况 而这现在是说 赢着阻力前进 这个情况都不一样了 这个抗击阻力的能力 主要决定弹头的总能量 事实上 决定子弹的穿透力大小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一是子弹的出速高低 二是子弹的弹头质量 三是子弹的弹型结构 有29毫米手枪因为采用的是平头弹 弹头的着板后遇到阻力最大 这大大影响到了它的穿透效果 925.8毫米虽然使用的是尖头弹 子弹的出速也最高 但是由于它的弹头质量过轻 子弹场景比过大 因此子弹在着板后容易发生间转 这也是为什么5.8毫米子弹的弹头最后是倒着着板的原因 这就是因为5.8弹的弹头比较轻 它这个弹头的直径 除以弹头的长度 这个比数比较大 就是比较大的 这个赤道管子挂量的都比较小 所以它遇到问题以后容易翻转 它进了木头以后 它不知道歪哪去了 歪了以后它又火了以后 这个时候这个方向的很难预测 它还能转在那里 就很可能把弹头掉过来 925.8毫米手枪 因为子弹的弹头轻 容易发生翻滚 929毫米手枪 因为子弹弹头最平 所遇到的阻力也相对最大 相比之下 5.4式手枪在子弹出速弹头质量 和弹型结构上比较均衡 正因为这个原因 在木板穿透实验中 5.4式手枪的表现最好 其实你要说一把枪 到底算不算的好枪啊 评判的方法 评判的标准是各有不同 我相信5.4能到今天 还没有完全退出现役 就说明它本身 已经是相当优秀的一支枪了 而且5.4的大名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远远可能要高于9.2式 那么通过刚才的两场实验 您会觉得 哦 这些枪确确实实是各有千秋啊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9.2式 来替代5.4式呢 某一个方面来讲 5.4式毕竟是一个 舶来品的仿制作品 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 再有一个呢 毕竟是原老将了 连颇老矣尚能犯否 5.4还能用 但是未必适合新的一些局面了 第三点 那就是9.2式本身 也有一些优秀的特性 是5.4式无法替代的 那我们说9.2式本身 它的停止效果就好 什么叫停止效果呢 我们拿的是手枪 手枪如果真正要交货的情况下 往往也就是在50米以内 甚至说一二十米几米之间 这个时候啊 你能不能一枪把人打透 也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这一枪打过去之后 要让敌人迅速的失去反抗能力 它不会再开枪 对你或者对人质 赖上一枪了 因此说呢 从这个角度讲啊 9.2式的停止效果 就要远远高于5.4式手枪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相关的一些测试 5.4式手枪作为一款即将退役的老枪 在木板穿透试验中 竟然打败了最新装备到部队的 9.2式手枪 这是否能够说明 5.4式手枪的威力 要大于9.2式手枪呢 有没有什么试验 可以一目了然 看清这三把手枪 在威力上的区别呢 肥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非常熟悉的一种物品 很多人并不知道 肥皂的成分与人体脂肪介质 非常类似 因为这个原因 在轻武器实验当中 专门有一个打肥皂的实验 射手站在25米的距离上 分别使用5.4式9.2式9毫米和9.2式5.8毫米手枪 对肥皂进行射击 三款手枪击中目标后的杀伤效果 会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一般的船头里 主要是看它的船头远近 船头的身眼 这个杀手里呢 主要是空腔的大小 这个是什么 这个弹头的 各个弹头是不一样的 子弹空腔指的是 子弹进入人体后 由于冲击波和自身功能的剪接作用 往往会形成一个 大于弹头体积本身的空腔 一般来说 子弹空腔越大 对人体伤害就越大 5-4式与9-2式手枪 在空腔效果上 究竟有着多大的区别呢 相运 进入干杯 进入干杯 本师 进入 进入 究竟三款手枪各自的空枪效应如何呢 剖开肥皂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五四式九二式九号米九二式五点八毫米 三款手枪在击中肥皂后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五四式手枪因为穿透力最强 在击中肥皂之后它的弹道最直 所形成的空枪效应最小 九二式九毫米手枪它的弹道最粗 击中肥皂后留下的喇叭口最大 九二式五点八毫米手枪虽然口径最小 穿透力也最弱 不过它在肥皂上所形成的空枪效应却是最大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鞭头在戒指里的翻滚呢 与这个弹头的长径比 就是弹头的长度处于弹头的直径 这个比数越大的话呢 在这个戒指里的翻转的可能性呢 越大于翻转为何越大 在那个数字越小呢 翻转的可能性越小 但是这都是要到一定的速度为条件 如果速度不一样的话 它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九二式五点八毫米手枪之所以造成的空枪效应最好 和它所使用的子弹以及子弹的速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于五点八毫米子弹的弹头速度非常高 采用大长径比设计的子弹弹头 在高速接触软目标后会特别容易失稳发生翻滚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更容易造成空枪 稳定性越好 穿成的越强 稳定性越差 就是说越容易翻转的 它穿的肯定就少 容易造成更大的创伤 口径小 威力大 精度高 九二式手枪作为第一款针对中国人手型而设计的手枪 它的研制成功 标志着我国军用手枪的发展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要说九二式手枪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不可能说把世界的名枪都拉来大家伙来具体的比一比 我们只想讲这么一个事情 那就是很多军迷应该知道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叫做爱尔纳突击的一个全世界性的军事比赛 200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侦察兵使用这个枪参加了一场比赛 这个比赛是什么呢 在两根绳索上人要攀着绳索过去 同时要进行单手瞄准射击 很多国家的士兵用了十分钟时间也未见得枪齐把落 但是我们中国军人仅仅用了三分钟就已经完成了整个任务 可以说那次是九二放光彩于世界的一次大的展示 所以有媒体说这是一次惊艳的两项 希望九二能成为一支传奇的手枪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客套频道 他们是步枪双雄 面对一拉罐 肥皂 水气球三大挑战 谁会更胜一筹 他们是否能及精准度杀伤力与灵活性于一体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十一特别节目 轻武器传奇之步枪